上周的腾飞中国 讲到了袁世凯称帝 这个萧雄如愿以偿当了皇上 但同时也失去了民心 1916年3月底 袁世凯发了撤销帝制的申令 主要内容是既然全国都不喜欢当皇上 那么从即日起 他还是回去当大总统好了 但是开工哪有回头见 袁世凯不下台 各省不依不饶 到这个时候 袁世凯不得不借重 黎元洪 徐世昌和段祺瑞 来推动议和了 三个人里 黎元洪和段祺瑞 都曾经明确反对他称帝 民生比袁世凯要好 袁世凯又用这三个人的名义 拟定了议和的六项条件 希望比照清末南北议和的方式 解决这次政治军事的危机 但经非细笔 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 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 以此表示 非援退位 无邪商善后之余地 稍后又提出了 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 和超莫袁世凯 其负逆13人家产 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 袁世凯企图取得外国金援的 这个希望呢 也彻底破灭了 美国方面曾经答应 500万美元的借款 但是最后呢 只借了100万元 日本方面因为21条没有通过 记恨袁世凯不仅一文不给 还贷款给袁世凯的死对头 孙中山 而袁公传统的老朋友英国 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的地位 是自顾不暇 在政治军事上呢 老部下对于袁世凯 与袁世凯当年对亲王室呢 是如出一辙 已经被任命为国务卿 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 在就职之后的第一步 就是要求袁世凯交出军权 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 冯国章更是凭借着 与南方导员派义和为名 对外通导员的军队 谈条件 话题盘 对内联络了袁世凯的其他下属 形成了实力派 逼人就范 下属如此 袁世凯的末路看来已经注定了 此外 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呢 感到众叛清理 叛变的还有他自己的身体 他的尿毒症是越来越严重了 袁世凯随后让人 你定了一个地质始末案 述说这个地质的这个前一后果 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 一步步控制 身不由己 同意恢复地质的 他觉得中间他有苦衷和委屈 这个时候袁世凯已经决定退位了 优待办法公有六条 第一是往事不追 第二公权不耻夺 第三私产不没收 第四居住自由 第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重 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税费十万元 比起清王室 他的花销不算太大 1916年6月6日上午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死于尿毒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